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北平夕的放天灯壮观画面在现场感受确实令人震撼 难怪被国外媒体大力称赞 一生当中一定要来观赏一次的一文活动 天灯节对国际来说可以讲是一个一生必须要来放一次的节省 今年在双组灯里面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基隆市 台北市 台湾市 三位市长跟新北市大家一起来交心 这个交心是要干嘛呢 为了我们整个生活千惠共存 所以这两个组灯里面 我们也特别一个用国际的原型的语句 来写上很多不同族群的诅语 尤其今年恨上了刚好土耳其发生的重大地震灾难 我们祈求大家在救灾过程当中能够平安顺利以外 以及早日家园重建国际加油 我们四位对宾分别写了什么样子的心愿 好 桃园上好 感谢我们桃园市市长 周市长 市长 效率 台北北桃共创美好 来 新北写的是台湾携手共好 世界有爱和平 土耳其加油 好 我们的侯市长也介绍了 新市长也介绍了 来 接下来恭喜我们 江市长也介绍一下 鸡北北桃共创美好 我们一起为土耳其祈福 也为所有救难英雄加油打气 谢谢大家 我写鸡北桃共好合作无间 这一次汇集了鸡北北桃四个市长共同来参与 也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值得纪念的珍贵画面 因此地主的新北市 同时也举办了鸡北北桃合作交流平台的启动仪式 鸡北北桃合作交流平台正式启动 大家可以看到淡水河系流经了鸡北北桃四座城市 因此我们的主视觉是以河流的意向 加上四个城市的一个主题特色地标 让城市更好 所以保安物馆比较容易快速的展开 其实我们可以大家来共享 哪里机可以共同的行销 让国际可以看得到 一阵就一卡通 全部都可以互相来使用 那我当然就是会说我们基隆要 赶快升格 跟我们三个直辖市都一样 至于刚刚讲的捷运 也是我们四个市最关心的 那新北市因为刚好系东线也核电了 未来在集结还有几条结议只要夸各式的 我们都会在运输评价里面去做详细的讨论 定期票的使用者是从汽机车转换移转过来 那这概念是什么 大概节省了48个丹岸森林公园每年的碳排放吸收人 所以为了朝向进行碳排低碳永续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必须要推动的 所以最重要就是让民众能够有更便捷的生活 我想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以及我们推动这个通勤月票的目的 最重要的中央在补助的款项里面 要考量地方的裁业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中央要跟地方 大家好好去做好整个冰箱 放台风假的确是一个每次台风来的时候 所有市民朋友都关心的议题 我想过去侯市长的经验 比较辛苦就是要一一的跟整个市长沟通 我相信我们四位市长将来马上会建立一个群组 这个事情应该是台风来的时候很快就可以及时解决 在最早的时间告诉我们市民说 第二天要不要放假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跨县市的平台 对基隆市民 对他们的生活大小是真的非常的重要 我们今天在交通方面 在关怀方面 在文化方面 都有很多深刻的讨论 我非常兴奋也非常期待 未来逐步落实以后 相信我们四个县市直辖市 大家的一个互相的合作 以及这样子紧密的交流 一定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生活 跟我们的整个工作的品质大幅提升 在现场可以观察到 基北北陶各式的市政团队齐聚一堂 针对交流议题进行有效率的沟通 期盼为这个首都生活圈的一千万民众 更加有效地解决各项的民生问题 记者黄日生 川淑平 采访报道 近年来居住正义 以及人型环境等议题引起国人关注 内政部长林佑昌 在视察银建署业务时强调 银建署的工作 就是把人民的生活环境搞好 而对于疫情后的住宅政策规划 林佑昌表示 将尽速提出完整政策 目标就是希望帮助国 国人租得起 住得起 卖得起 部长好 大家早 大家早 在银建署同仁高声欢迎下 内政部长林佑昌首次到银建署 视察相关业务 林佑昌表示 银建署的工作主要就是 要把人民生活环境搞好 因此未来应该成为一个协调大平台 积极做好跨部会的横向连结 即主动协助各地方政府 银建署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要把人民的生活环境把它搞好 所以包括我们的整个的国土规划 城乡的发展 都市的设计 以及整个台湾的居住环境的提升 这个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的一个方向跟目标 那另外呢 未来我们银建署也要更加的一个积极 跟努力 特别是包括在三大都会圈 很多的需要整合的一个工作 这个都需要我们银建署 我们内政部跨部会的来支持协调跟帮忙 也就是我们内政部 我们银建署是一个大平台 横向的话连结各部会 然后往下的话连结地方政府 大家一起努力把人民的居住 跟生活环境把它拉起来 把它提升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跟目标 李耀昌进一步说明银建署的工作 就是推动国土规划 城乡发展及都市计划 让居住环境提升 包括大家关心的居住争议 及人型环境等 其中在人型环境部分 他已经与交通部长王国才有过讨论 将朝向先责定一个示范区域进行 至于外界关注的3800亿元 这个居住正义 它的一个覆盖的一个范围 其实怎么样让人民能够租得起 另外能够住得起 能够买得起 那未来有购物的需求的民众 我们可以来协助他 所以他不只是这个3800亿里面 这个特别预算的一个使用 其实它涉及的是未来内政部长远的住宅政策 所以未来应该要规划用公务预算 来支持住宅政策的一个长远 的一个执行跟推动 那3800亿是一个特别预算 它是一次性的 所以有一些计划 可能可以用这个一次性的特别预算 但其他的部分 未来应该纳到内政部的长远 的一个公务预算来做推动 那我们原则上会在下个礼拜陆续的 来跟大家做报告 另外对于土耳其强政引发国际关注 许多人慷慨解量进行捐款 不少政治人物纷纷捐出个人所得 林友昌也说他非常愿意帮忙 协助土耳其灾后重建 记者张继腾台北报导 设置在大港前公园 以内湖Tomorrow 2为主题的内湖特色灯区 融合了科技产业 自然风光与人文故事 展现截然不同的灯柜风貌 有互动式AR投射设计 8座大型发光气球 以及汇出灯明给民众猜的机器人 相当受到欢迎 在主灯区5米高的科技AI2下方地面 以内湖风光与人文故事 为背景的互动式AR投影区 吸引许多小朋友 跟着画面跑跑跳跳 透过游戏方式 介绍内湖从水牛变滑鼠的 生活文化发展轨迹 这次我们设计的一个内湖灯区 就只要是以Tomorrow 2为一个概念 那为什么叫Tomorrow 2 就是未来明天开始 就是未来的一个意思 所以我们又结合我们内湖科技园区 所以做了一个 比较多的一些科技的一些产品 那像我们的主题主灯 叫做AI2 AI2它是结合了一个 一个现光2 然后做了一个科技的一个造型 然后做一个结构的一个组合 那最主要是我们的地面 有一个地面互动式的一个AR投影设计 让民众可以借由游戏 了解内湖 从以前水牛变成滑鼠 这么过程 它是怎么演变来的 位于大港前公园的内湖灯会 除了充满炫彩科技感十足的主灯区外 副灯部分则是在草原区的八个大型发光气球 以缤纷的画风展现内湖的特色景点与人文风貌 也是民众最喜欢拍照打卡的热点 它的副灯区是一个兔 那就是一个有八个大气球 那展现我们内湖所有的风景迷胜的一个地方 让大家能够了解内湖的一个在地的一些文化 这是我们最主要设计的一个主题 灯会现场还有期间限定的互动机器人 能走能动还能和民众拆灯迷玩游戏 最受大人小孩欢迎 因为我现在是以内科为主 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以这个意向来做一个发念 那像我们这次还有推出机器人的一个互动 那这个机器人他有分服务型的 有一个主题式的 那这个机器人他可以跟你互动做游戏拆灯迷 那这只要是我们这次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 公园周边步道还设置两条灯海狼道 一条以内湖光阴的故事为主 另一条则是以太空星球为主题 漫步其中相当浪漫 现场还有精彩的展影活动 内湖区公所邀请民众 在台湾灯会期间到大港前公园 与科技AI2一起感受充满科技感 与自然人文风情的内湖魅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2023台湾灯会开展以来话题不断 台北市观传局与业者合作 推出限定宝可梦捕捉活动 在灯会范围有机会遇到 常在北美洲南美洲和非洲的 宝可梦甜甜蜜 等15只宝可梦 上灯同时带宝回家 各位宝可梦训练家注意了 原本常出现在北美洲南美洲和非洲的 宝可梦甜甜蜜 现在在台湾灯会议现场就可以抓得到 除此之外还有碎碎固定 重等15只宝可梦 都比平常更容易出现 遇到异色宝可梦的几率也大幅增加 我是来抓这次的甜甜蜜 因为那个比较稀有 它平常只出现在国外 然后这次听说就是 灯会期间有限定 所以就马上过来抓 欸 其实还蛮好抓的 刚刚也有抓到 像我现在就遇到了竹光灵 然后刚刚也有遇到甜甜蜜 我们会再过去别的 像12行政灯区也有的样子 对 好抓吗 甜甜蜜好抓吗 这...不好抓 不好抓 可是它很厉害 我们月时更难抓 因为它的CP值太高了 哦 月时难怪我会玩那么多次 它都逃出我的手掌筋了 你要用那个 要四次才成功抓到它 然后甜甜蜜的部分 它刚刚抓到 几率也还算 至少十分钟它就抓到了吧 之前每一次台湾的活动 我差不多都有过来 可是这一次呢 是台北市来邀请我们 参加他们的当会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所以我们非常的开心 谢谢台北市这个邀请 然后也谢谢台湾所有的晚上 大家一直对我们这么的热情 每一次我们的活动 都有很多的训练家 过来抓他们心里 最喜欢的宝可梦 希望各位训练家 今天也抓到很多 他们想要的一只宝可梦 活动也增设许多 宝可梦补给站 提供民众看灯会之余 玩得尽兴 即日起限定三天免费参与 就是逛灯区的时候 我发现啊 在补给站的部分有增多 那我个人还蛮喜欢 国际游业灯区的部分 然后我知道那边好像有新增 那刚刚在这边逛的时候 有看到 嗯 后面这个灯啊 也是有补给站的 所以我觉得还蛮方便 你可以赏灯的时候 也可以补给一些道具之类的 对 那活动时间呢 就是在2月10号到2月12号 也就是从今天开始 礼拜五到礼拜天 这三天限定 在每天的10点 早上10点到6点的期间 那这个地点会在 散布在我们整个灯会的 四大展区的范围 就是国务纪念馆 台北市政府东区商圈 还有宋山文创园区 新一商圈 四字南村这些点 那这个活动主要 我们这次活动的重点 就是这15只宝可梦 那这15只宝可梦 平常就是比较少在台湾出现 那我们这次在 配合我们灯会的活动 呃 在我们在游戏里面 玩家可以 遇到这15只宝可梦的 机率会增加 那另外就是除了 碎碎夫之外 他们还 我们还会很有机率 会遇到他们的异色形态 呃 再来就是特别值得一提 就是我们这次 有在有 还有西有宝可梦 那这个西有宝可梦 那这个西有宝可梦 是甜甜蜜 它原本吃在北美洲 南美洲还有非洲才会出现 然后之前只有在2020的 台湾灯会现场出现过 那我们这次2023 台湾灯会又再次回归 那在未知图的部分 那因为是复印今年的灯会主题 光源台北 Light of the future 所以我们未知图可能有 LUF的部分 也是玩家都可以 很有机率在我们灯会场域里面遇到 那再来就是我们这次活动 三年期间也有分设一些 宝可部集站 那它也是分别分布在四大展区 一共有13处 像是我们光展区的一些灯室 然后圆展区的 不给乐副灯 或是国管的 捷律国管站的5号出口 还有未来展区的这些灯室 那另外还有就是中央展区 国际友谊灯区的松山市和宏前市的画灯 前面我们这些都有设宝可部集站 那同时我们12个行政灯区的这些灯室 也都分别有设置一处的 为了这三天期间限定的宝可部集站 更特别的是全台湾大概第一次 它有异色 异色就是不同颜色的宝可梦 不是只有一个颜色那是异色 第二个事情是充电站很多 包括扩及到我们的光源未来 还有中央展区 还有12个行政区 就是补充能量 你可以继续抓宝 那也因为这样我们预期这三天 会有非常多的玩家来寻宝 那我要特别呼吁大家 现在灯会其实人潮已经非常多了 在抓宝的时候 请务必注意安全 不管是在人行道 在车道 在灯区 因为这灯区可能会有一些压线潮 安全第一 呼应今年灯会主题光源台北 活动也特别选出三种未知图腾 邀请玩家到场收集 预期会有许多玩家参与 平日可多一成人潮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好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接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其谈关心您 在电影来看人力银行公布企业第一季的真财现况 近六成有真财计划 四成五有调薪计划 不过相较于去年五成三略微下降 加薪的幅度百分之三点七 也较去年百分之四点六下降近百分之一 呈现双降的趋势 而最缺人才的就属于资讯科技业和餐饮住宿业 用流利的日文介绍商品特色 36岁的蔡小姐 二月初转职投入代购公司任职 虽然薪水略低于之前在日商公司工作 但弹性工时让她有时间准备日语口译师的考照 今年六月份才要毕业的萧同学 则是一直都有在从事外送兼职 趁着年后转职高峰 锁定行销工作积极投递履历 也获得企业面试邀约 我本身是读日文 那其实现在会日文的人蛮多的 那我之前在日本的时候有待了一段时间 那时候的时候有担任过就是代购行业 那现在网络市场的商机是非常大的 包括团购、代购或是把自己精英成一个品牌 或是在自己的IG上面就是卖自己的产品 或把自己当成一个网红之类的 现在的商机是蛮大的 那我本身因为很喜欢买东西 那所以说如果我想说可以根据 自己可以根据这个兴趣或是日文这个专场 那我之后想要投入代购行业的话 可能会有更多就是属于自己的空间 那可能有更多的被动式收入 大师下学期自己的课基本上是比较松绑的 所以而且在目前这个时段 在大家尚未毕业的时候 竞争会相对较低一点 所以我会希望能够尽早找到 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 这样也算相对的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吧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六成七企业正面看待景气 较去年下降12% 五成九有真才计划 其中最缺的是资讯科技业和餐饮诸书业 即缺基层人力及中阶技术人才 而目前人力银行资料库工作机会数 达到63.9万笔 较前一年成长8% 显见厂商真才目标明确 根据我们这次的调查结果 发现说呢 这个将近六成七的企业 对于景气都是正向持平的态度 相较于去年呢 是比较保守的 那至于说讲到调薪的意愿 大概有四成五的企业是有调薪的意愿的 那调薪的幅度呢大概落在3.7左右 那是不是会有真才计划呢 大概会有六成的企业有真才计划 最主要的原因是要补足过去流失的人力 那还有就是年度的企业的真才计划造就 还有就是因为有一些是部分 是逆势成长的业务量增加 那我们观察到什么样的产业 现在有真才的需求最大呢 那就是资讯科技业 还有餐饮旅宿业 这两个部分呢是因为说科技业 其实长期来都处于缺工的状况 所以呢现在在2023年基本上业绩并没有下修 所以真才计划还是会照样的进行 甚至会有扩大真才的计划 那么餐饮旅宿等民生服务业呢 主要是因为国内现在经济复苏 那全面回温之后也可以观察到说 不管是门市人员呢 餐饮服务人员等等的 现在都是非常缺工的状况 所以餐饮旅宿还有这个科技资讯业呢 对于调薪来说相对也会比较有意愿 调薪来留人 那可以观察到说这一次邀请到的企业呢 也寄出了门市人员最高有三万六千元 而且这个打工的时薪呢也会远于 也优于劳基法 可以观察出其实企业端呢 对于留住人才是不遗余力的 不只是提高薪资 也寄出相对好的员工福利 希望可以留住人才进驻 那为了要鼓励求职者呢 赶快在年后找到一个好工作 而且可以久任 所以我们也推出找工作送一万元的活动 只要是这个1月12号起呢 在我们这边投递履历 一一的链行投递履历找到工作 只要通过三个月的审核 过了试用期之后 就可以向我们申请一万元的红包 那也希望说求职者可以再找到更好的工作 得到更好的薪资待遇之外呢 还能够再帮自己多领一个一万元的发财金 因为疫情结束嘛 所以我们餐饮也就是恢复原来 恢复经济恢复 那所以其实门市很需要各种的人员 然后尤其是在疫情的时候 很多人员其实跑去做就是外送服务这样子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疫情恢复的时候 如果你对餐饮有热情的话 那可以希望学到这方面的经验 可以来我们这边就是工作 那相对的因为要能够人才进来 我们也要能够提供更好的待遇 那所以我们目前公司需要的是门市 门市有除非干部正职人选跟计时人员 那公司内部有每边 然后平保 然后行政人员 我们都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那关于薪资方面 其实我们正职方面 门市人员都是从三万一开始 那除非干部是三万五 那如果到店长职人员 我们会再三万八 但是其实门市最主要的是 我们愿意给业绩奖金 所以只要达标的话 其实能够得到更多的利润 然后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那公司内部人员 我们今年初我们就长 原本的人员 我们就长了8到10%的薪资 那也希望有好的人才 希望来好的经验进来带给我们 或是愿意学习的对象 我们都非常欢迎 另外人力银行调查也显示 4成5的企业有条新计划 相较去年的5成3略微下降 加薪幅度3.7% 也较去年的4.6% 下降近1% 呈现双降趋势 5成5不调新的原因 则是产业景气不明 业绩不如预期 或没有固定的调新制度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一年一度的台北市 士林官邸玉金香展展开 园区内有超过13万株 20种以上 来自日本与荷兰的玉金香 让您不用出国 就能感受到被大片花海 围绕的幸福与浪漫 请起路 好 2023 士林官邸玉金香展 正式揭开序幕 来自日本及荷兰超过13万株 多达20个以上品种的玉金香花海 让民众直呼好漂亮 不过要在亚热带的台湾种植 属于温带植物的玉金香可不容易 蒋万安非常感谢公务局 公园处同仁的努力 以及来自日本与荷兰的支持 以生产玉金香文明的利波市市长 也当场邀请蒋万安 参加利波玉金香博览会 我们玉金香其实是属于高纬度国家在种植 而且大部分在欧洲 那台湾因为属于亚热带 所以对于玉金香比较在温带地区种植的 往往我们可能都要飞很远 不管到日本到欧洲去看 那这一次我们其实克服了栽种的各种困难 而种植了玉金香 而且听说我们有20个品种 而且有各式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花语 也要谢谢我们日本的好朋友 特别是我们这个市长 特别有给我们特别品种的这个花球 这叫什么 球根来种植 所以让我们这一次的玉金香的花展 格外的有意义 那当然我们也很谢谢荷兰的朋友 一直来的支持 因为荷兰的国花就是玉金香 所以每一次的参与 还有我们整个花展的规划 其实都有我们荷兰的朋友的协助 除了美不申收的大片花海 还有由公园处同仁打造一系列沉浸式展区 包括荷兰三宝玉金香风车木鞋的经典场景 以及紫贺 惠马及吊钟等日本企愿文化 加上白色钢琴 大型泡泡及爱心 与雨伞隧道等装置艺术 让游客感受满满的浪漫氛围 这一次整个展区 我们融入了非常多的元素 包括有搭配相关的装置艺术 荷兰的风车 绘马 还有包括有钢琴 就营造一个非常美丽浪漫的氛围 这一次的花展刚好也会 经过2月14号西洋情人节 非常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情侣们都来赏花 来感受一下浪漫的气氛 台北市长贾瓦恩表示 郁金香也是土耳其的国花 因此他也在现场为土耳其灾民祈福 并向远赴灾区抢救生命的 台湾搜救队英雄们加油打气 郁金香也是土耳其的国花 那这几天刚好大家也知道 周耳其很不幸发生了大地震 那在这边我们都希望 为在灾区的这些人民祈福 同时也要为我们远赴灾区 奋勇救人的搜救英雄 表达加油打气 公元初方面在花展期间 也规划多项合影打卡上传脸书送好礼活动 例假日更有结合国际化与在地化的表演活动 及创意试剂等 并与士林天母北投等商圈的50个特约商店 及圆山饭店合作 提供各项好康住房优惠 邀请民众到士林官邸享受春兰花开的幸福时光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政府公布三名副发言人 分别是新北市政府前发言人蔡婉吟 鸿海集团电动车公司前公关徐振玄 以及国民党青年团前执行长肖宇云 团队延然优秀的年轻心血加入 强化市政对外的公通促进市政推动 台北市政府除了罗旺哲发言人之外 日前在公布三位副发言人 分别是国民党青年团前执行长肖宇云 鸿海集团电动车公司前公关徐振玄 以及新北市政府前发言人蔡婉容 台北市政府要公布三位的副发言人 分别是在右手边的是徐振玄 肖宇云还有蔡婉容 那台北市政府可能会持续打造一个强化型的沟通性政府 未来也会延览更多的心血加入 来强化对外的发言工作 目前我是很认同市长这个施政的方针 那所以也希望结合过去的经验来投入公共服务 之前的主要的经历其实都是呆在媒体业 那后来也有短暂呆过这个企业 那有希望就是结合这个媒体业的这个经验 还有产业界服务的这个经验 那结合不同领域的经验来投入这个公共服务 来协助市长推动市政 大家好我是婉容 那我之前是担任新北市的副发言人 那现在也是担任副发言人的角色 那接下来呢会持续跟市府团队一同努力来推动我们的市政 包含市政对外的发言以及媒体沟通协调 还有处理市长相关的行程 那未来也请大家多多指教 那我相信的话其实因为自媒体不管是新媒体也好 社群也好 影片也好 录制也好 那都是一个趋势嘛 毕竟现在大家都是以影像为主 那我也相信接下来不管是市长 或是整个市府团队我们都会继续努力 然后希望让更多人看见我们台北市目前的市政的规划 然后让更多人喜欢台北市 我觉得首先要谢谢市长及市府团队给我这个机会 年轻是一个机会 没错 但是要更谨慎 更有谦卑跟谦虚的心情去向前辈们学习 我是肖雨云 今年二十四岁 之前在联合报担任记者 还有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青年团的执行长 以前呢都在做新闻采访撰写 然后还有参与青年事务 三位年轻副发言人平均二十七岁 其中最年轻的肖雨云更仅有二十四岁 被媒体问到如何回应 讲完市长接待前科文哲市长看花灯一事 立刻答题 因为台湾灯会是我们的 回回三十二年回到台北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那其实都有 已经有很多国内外的贵宾都来参加 那柯市长今天也会来参加 是我们重要的贵宾 那我们也都很审慎的在安排 相关的行程当中 那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 这次的我们的灯会在台北 那不管是刚刚也有提到的 不管是外边也好 或者是县市首长也好 尤其是柯市 柯市长过去他在柯市府所 帮我们累积下来 或是他们的努力 那都也非常的感谢 所以接下来如果像今天下午的话 大家就知道说我们有 接下来的安排的话 我们都会让大家知道 那我们一定是非常欢迎大家 也非常欢迎柯市长 然后继续给我们一些意见跟指教 对 台湾灯会的事情都在 肯东市的修整当中 那很欢迎柯市长来给我们指教 或是建议 那我们在后续的灯会 请都会继续做出更好的 简单与改善的措施 市府这次延览年轻心血加入发言体系 强化对外沟通 协助市政活动和政策的推动 期盼透过轻松方式行销市政 我们三位不发言的朋友 会目前是以市政议题对外发言为主 那也会协助市长行程的这个规划 那还有媒体事务相关的协助 那我觉得因为年轻人嘛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盯取很多年轻人不同的看法 那因为我们的年龄层也包含 也是满广的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轻松有趣的方式 来行销市政 然后当然不除了灯会以外 之后接下来台北市 还有很多不同的 不管是行程也好 或是活动安排也好 你们都会找到更更适合的方式 或更有趣的方式 跟大家来推销行销市政 对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蔣市府的团队呢 就是希望能够注入更多的 年轻有活力的心血 尤其在过去 包括像媒体实务啦 或是政治上经验 有相当多的年轻人都欢迎来加入 那么也希望 藉由这次的心血加入 来加强这个对外沟通 以及民众之间的互动 来让我们的市府团队呢 一起来为民服务 从侯家军 转成蒋家军的蔡婉荣也表示 双倍本来就是共同生活圈 所以会延续过去在新北市 所学习到的经验 也希望将过去看到学到的 带来台北市 继续为市民服务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2023台湾灯会在松山文创园区 圆展区设置的原住民灯区 以火光流转为主题 展出六件实体作品 及一件数位作品 其中由艺术家伊佑葛真奥 创作的大型作品和主灵对话的入境 以火塘为主体造型高达7米 长宽15米可360度穿透式上灯 搭配声光展演充满了视觉震撼 由艺术家伊佑葛造以火塘为主体造型 建构长宽15米高7米可360度穿透式上灯的作品 和主灵对话的入境搭配金曲及音乐 呈现气势磅礴的原式灯会风格 这一件作品叫做和主灵对话的入境 然后其实我们就是部落的一个传统 就是透过烟 然后那一道白烟 它其实会就是会带领我们的话语 带到天际到主灵的居所 然后告知主灵 其实我们有一些期盼的事情 或是想要告知的事情 或是想要渴望被主灵照顾的时候 或是在打猎的时候也会透过这样的仪式 用烟然后告知主灵这样 灯光秀其实也是我自己唱的啦 因为我很想 它其实它是一种情境啦 我们在做引领的时候 引领要告知的时候 我们现在它第一步 它会先有烟会出来嘛 然后可能我们会先用吟唱的方式 然后去吟唱 把领引下来这样 然后告诉它 我们准备要做什么事情这样 然后它后面的 就会有一些海浪的 可能就是主灵有听到 可能所有万物都听到 可能我们有海神 山神或是主灵这样 3 2 1 点灯 OK 好 我们点起来了 台湾灯会睽違23年 重回台北举办 这次特别与台北市圆明会合作 在松山文创园区圆展区 设置原住民灯区 邀集六组来自不同族籍的艺术家 进行创作 打造六件实体作品 一件数位作品 以火光流转为主题 象征凝聚族人与连结认同感 圆明会也很开心 在这个灯会能够跟台北市圆明会 来相互的合作 我想我们会全力的来支持 更开心看到我们这些艺术家 你们所有的创作的这些作品 那我相信会带给我们更多的这个国人 看到我们艺术家 我们独特的文化 我相信未来发光也会发热 亮点作品和主灵对话的路径 从晚间17点15分起 每半小时进行一次类聚尝试 深光展演秀 此外配合灯会整体艺文展演规划 邀约高达30多组圆明表演团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2023年台湾灯会已在台北大同灯区 在永乐广场及迪化街一段浪漫灯场 以爱恋道成为主题 装点光影缤纷的心愿树 炫彩迷幻的星星相依灯 以及温暖可爱的幸福之树 灯区持续到2月19号 欢迎民众坐灰来赏灯 3 2 1 请触摸 在倒数声中大同灯区正式点亮 响应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 大同区公所将大稻城迪化街区 从南到北变成浪漫灯区 以爱恋道成为主题 装点光影缤纷的心愿树 炫彩迷幻的星星相应灯 还有温暖可爱的幸福之树 点灯仪式中市议员与多位大同区里长 和地方人士都到场参加 现场热闹非凡 这次非常开心 市政府采用这样一个遍地开发的方式 让台北市各个地方都变成这样一个展区 那毕竟台北市每一个区都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我相信我们大同区 绝对是12个区里面最有特色 大家共同吗 这边展区特别漂亮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迪化街友有非常传统的特色 不只是建筑非常的美 老街特色也是台北一级棒 所以再加上这么这么美的灯区 这边真的是值得大家一逛 今年我们的迪化街真的特别不一样 就要感谢我们其工厂和我们商业处 今年有我们的特化街 不管联合大街也好 包括我们这次的灯节 三大灯区中为在永乐广场的新院树 以多层次框架组成爱心 内建复古红灯笼充满节庆气氛 大稻城公园的新兴相应灯 搭配兔子灯饰吸引市民朋友来拍照留念 十联洞的幸福之树 则是以温暖的毛线编织 融合大稻城的产业元素与文化气息 另外迪化街建筑上还有商业处布置的五支福气蒙兔 天蓬灯笼 让灯区充满可爱缤纷的年节喜气 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是睽違23年之后 再回到台北来办理 这边要登特别报告的 你跟以往不同的地方是 以前都在单一行政区办理 今年已经由城市郎带的方式 由台北101开始次政府 然后经过国父七天馆 然后遍及到十二行政区 以遍地开发的方式呈现各区的特色 来让市民朋友来欣赏 展期是2月5号到2月19 当然我们大同灯区 就在大稻城地区 我们分别设置在永乐广场 还有我们的大稻城公园 还有我们的十年洞 主要是以爱恋稻城为主题 我们分别设置的心愿树 星星相应灯 还有幸福之树 那主要希望以幸福 因为爱情的概念 来传递给市民 希望市民都能够接受到祝福 能够心想事成 那当然这一次的活动 我特别要感谢我们 峡海城隍庙大力的支持 还有里长 还有在地的商圈 店家里长鼎立的支持 点灯仪式现场 公文雪妮幼儿圆小朋友 穿着可爱兔子装 带来新春祝福表演 灯节期间 有乐广场上的萌兔扭蛋机 还有每天200份的限量好礼 现场扭 欢迎民众来赏灯 一起扭转好运 幸福一整年 继续联系会议台北报道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在这里来看 基隆市七堵区工箭路 周六傍晚5点半 发生了一起火灾 现场大楼进行污水管线工程 疑似施工不慎 挖破瓦斯管线 引燃火焰 消防局紧急疏散住户 利用炮塔压制火事 天然气公司紧急关闭开关 但是这火事并没有减缓 市长谢国良还从平息赶回基隆 县城指挥 一块关心 人行道上窜出了火蛇 消防队员不水线全力灌救 原警在现场拉起封锁线 紧急疏散大楼总计一百多名住户到马路上 听到他们说有火起来 然后我也不知道 后来我就跑来问消防队 说我们厨房还可以煮吗 我也会怕 他说最好赶快跑离开这里 结果工人就是要收的时候 就是旁边有一些石块 大家要去打的时候 好像不小心去打到 火警发生在11日傍晚5点多 公建路上这栋大楼 请包商在地下室进行污水管线工程 疑似在进行洗孔作业时 敲打不慎 引燃火势 导致火蛇不断冒出 瓦斯公司人员到场 紧急关闭大楼瓦斯开关 火势依旧不断串出 丝毫没有变小迹象 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瓦斯管线还是怎样 就对了 那我们现在会先把这些全部的关掉 一下看看 到底是他们瓦斯管线 因为我到地下室都没有看到管线 新龙瓦斯到现场 认为不是他们的 那我为了离经 我请他赶快去先附近把它关闭 开关 然后请民众疏散到楼下来 那目前我们现在因为火势一直洗不掉 我们还在离经 到底是什么东西泄漏 华伊士旧管线 或者其他管线 为了防止火势扩大 消防局征派三个分队 总计40多名消防队员抵达现场戒户 持续用两线炮塔射水 企图压制火势 有加派人力 有三个分队 已经目前到现场 已经协助协助主理 那我现在两边的出口处 我有用炮塔来做防护证 这个部分 我们还在持续来做个查明 因为现在的火还是持续在烧 表示它的气体 这个不明气体 还是持续一直在供应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尽数来做一个确认跟查明 市府公务处长陈耀川 率领多位科长到场处理 并通知中游人员到场 金融市长谢国良 紧急从平溪天灯节活动现场 赶回弓箭路亲自坐镇 和瓦斯公司人员协商 扩大关闭区域开关 同时指示区长冯急安 先安置民众 并准备食物给民众用餐 现在当然还是要先把这个火事 先把它扑灭掉 可是因为新隆瓦斯 已经关掉他们的管了 但是这个火还没有停 我们也感到非常担心 对我们就请区长 趕快先帮大家安排妥当 因为如果这个火事一直这样子烧 我觉得让大家晚上住这里也不安心 所以我赶快安排大家一个住的地方 那吃饭也要赶快安排 包括金融市副议长杨秀玉 议员曾一芳 急张肯辉和蔡旺连的助理 都到场关心 昨天那个市政府污水下水道客 在这边施工 发现到整个自来水管整个 严重的爆裂 那昨天就已经发生了 那今天又发生了这个 就是那个什么瓦斯管整个爆裂 那个火已经燃烧了一两个小时 非常的严重 而且火烧得非常的猛烈 那我们相关单位是不是要来查办 这真的是很非常严重 已经影响到这个 这边乡亲的一个身家的安全 天然瓦斯公司能够先把瓦斯的管线 总开关先把它关掉 那我们再来看看后续还有没有火焰 那如果还有火焰的话 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那我们是希望我们民众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们来现场看 那原本一开始火还没有那么大 那因为我们就在那边一直看嘛 现在越来越大 我们要求那个瓦斯公司 能不能先把我们把瓦斯管关掉 经过瓦斯公司关闭区域开关 火势在晚间8点40分熄灭 市长谢果良要求瓦斯公司尽快开挖修复 并透过大楼广播向住户说明 大概暂停10点左右等封管的这个工程做完以后 会来重新测试一下 那那个时候可能就会重新的测试 测试都安全都没有问题 才会来恢复供应瓦斯 所以从今天晚上到早上10点是确定没有瓦斯 但相对上也是安全的 所以请住户今天晚上请放心 但是很抱歉就是没有瓦斯 瓦斯公司在今天晚上 赶快去做公馆的这个动作 但是明天早上我是建议等到白天 确定大家都起床以后 然后呢再来做测试 因为他测试可能就等于是要把瓦斯要重新开启 那这段时间我是觉得说是大家大概有500多户 是没有瓦斯的 会到明天早上 那就趁这段时间把这个瓦斯管把它封起来 那我是建议 我是具体建议也要跟议员大家商量 就等到明天大概10点钟左右或之后 再去考虑开启 这样不会说你半夜休好 如果你半夜测试 可能万一又发生一点问题 民众又要撤离 那这样民众没有办法 那如果是他开几点测试 我明天早上也会跟议员 回来这边再看一下 那我们今天晚上 新闻瓦斯他们还要再利用时间加班 把整个工程 为了管线的工程 整个把它整理完成以后 那明天早上再早一个时间 来做一个明确的一个测试 那我们要等这个整个瓦斯 那它的来源 不明的地方 或者是往瓦斯 那有还有其他不明确的地方 能够把它确定 是跟旧的管线没有关系 这个我们才知道说它的安全性 由于前一天同个地点才发生 自来水管线漏水 导致地层下陷 现在又挖断管线起火 到场的议员要求市政府查明原因 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而切赌区公建路天然气管线 被挖破引发火灾的意外 市长谢国良 昨天再度赶到现场 确认天然气已恢复正常供应 并指示近日内 要召集管线单位会商 建立紧急灾害应变SOP 刚刚是因为我们昨天凌晨4点工期 我们3点多施工完成之后已经进行检测的动作 那刚刚就是再重新检测一次给 给我们的主管机关以及民意朋友看 就是第一个我们用那个瓦斯侦测器 侦测有没有瓦斯的成分 那确定没有瓦斯成分 第二个我们用那个肥皂水 灑在那个瓦斯管上面 侦测瓦斯管有没有缝隙在漏气 基隆市长谢国良跟七土区四位议员 通通到了意外现场 了解兴隆瓦斯的抢修结果 经过本次事件挖損的管线 为民国68年的老旧管线 那经过本公司调阅图资确认后 于11号晚上9点有效关闭的气源 老旧管线到底有多少 那没有建制如果再发生 像昨天这样的事件的话 那如果说再发生的话怎么办 因为其实这六堵社区有非常非常多的民众 那他们觉得说这其实也影响 他们的身家安全 除了那个我们地基下限以外 然后又有这种不时的火焰冒出 通通我们也可以显著一些 旧的管线是有必要前世 有的市长在这边有必要前世 来检验 不管是水电瓦斯 那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消防局 昨天第一次首先非常 优先的赶快来处理我们这个无名火的事情 虽然我们没有一时之间 能够把它消消除 可是到今天为止 应该全部都OK了 所以今天市长特别在百忙当中 很关心我们地区 我们大楼这边的住户们的生活品质 继续安全 这个新隆瓦斯早期的管线 没有建立土资 因此新隆一开始误认这是不明管线 而造成现场的火事延烧 将近四个小时 所以市长第一时间也不想把那管线 怎么应该 不知道 因为他们已经第一时间先关了一波了 所以他们也没有经验 因为那不是他们 听说是他们很旧很旧的管线 可是很旧很旧管线 怎么还会有瓦斯器在里面呢 对啊 所以就大家要开会讨论 那第一时间先求安全 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答案 在今天这一刻全部都理清 所以我才要求说赶快来开会 另外基隆市政府的七土区公所 公务处 都发处等处长跟科长 全体动员 进行调查联系 将这个意外灾情控制在最小的范围 让民众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 记者黄润生 陈淑平 采访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继续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加集团关心您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加集团关心您 你有一个从小住到大的家 你想跟孩子们保留着温馨的回忆 但你知道这个房子该做补墙了吗 民国88年以前因法规标准较低 因此房屋耐震能力较弱 尤其是棋楼挑空 顶楼有家盖等同众搅轻的房子 地震来时可能造成底层破坏 内政部营建署提供私有建筑物耐震阶段性补墙 最高补助220万元 补墙做得好地震少烦恼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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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